欢迎收看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各位观众 没有错 我回来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休息了一个月啊 原因就是我太累了 所以要给自己一个假期啊 休息了一个月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过其实我在这一个月的假期 完全没有休息到 还是很累 所以我拍完这集的 再打算休息多一个月 之后呢 再来拍影片给大家看吧 没有没有 各位开玩笑的 我现在是正式回来拍影片给大家看 不过很累还是真的 OK 那么我们就回来看马桶人Skipity Toilet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第七色戏机的Part1和Part2吧 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开启的频道会言啊 如果大家想加入阿黄粉的话 赶紧来加入吧 一开始可以得到黄色徽章 三个月后呢可以得到红色 六个月后呢就可以得到蓝色 那么一年后呢就可以得到黄金版的徽章啊 也可以使用呢我各种的表情符号啊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加入一加入哦 OK 那么我们就飞吧 不如说我们来一起看吧 Let's go 这什么场景啊 真的是世界末日的吗 那宇航真的是征服世界了 机甲科学家耶 我还以为他们会被牺牲耶 因为上一次 他们只剩下这个大监控和科学家他们 留下来和宇航对抗而已啊 哦 他们还没死哦 他们应该逃离了 等等等等 椅子 那是椅子 这次的椅子呢不是多躲长生还是快速移动的来出现的啊 他这次好像是在引导的 哎 我想问一下 椅子你们在做什么椅子 引导什么东西 告诉我啊你啊 告诉 他说回来这个椅子是隐形人在操控的 还是有遥远操控器操控他呢 呃不知道我们先继续看再继续看 我跟到椅子的彩蛋了 啊 新种族啊各位 哦 你 哦 洗 哦 这个大监控 还可以可以抵抗一些普通的马桶人了 啊不啊不啊 宇航啊 应该是宇航了吧 哎人类呢 我死完了 啊 啊 对抗马桶人呢 都已经很困难了 现在来对宇航 哦这些普通人类 不懂我怎样生存的真的 哦 哦呦 这个有谁 新角色 这些算是大型的吧 这也比较强的这种 哦 水 哎 哦 这个是个突变吗 哦 鸡肉 哎 这是那个鸡肉吧 是吗 那个突变鸡肉 马桶人 是他吧 哎 他会说话 鸡肉 哦呦呦 哦 呵呵 哈 等等等等 怎么又来了 我这就不给面子哦 呵呵 这大金控 不过也对啦 毕竟 他们 也是蛮讨厉马桶人的 哦 DG 哦 这是个G-Man的小队啦 对啦 我先起了 我先起了 还没死 哎 还没死 不太 太硬了吧 哇 这是给战哦 OK 看来呢 有更加强大的马桶战队呢 来加入啊 我们这一房了 有没有各位 肌肉啊 啊 我也是有肌肉 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 虽然看上去呢 联盟和马桶的合作好像比较有力了 但是对方敌人呢 只是出动了三个宇航而已 所以宇航呢 还是保持一定的实力啊 我觉得现在 联盟他们呢 最主要是要研发更加强大的武器 不然的话 真的是 再多人的话 应该也对付不了 你们看他头断掉了 他竟然还没死 他还可以伸出一个 一个角处来吗 宇航的生命力呢 真的是很像小强啊 打死都不会死 所以宇航的实力呢 不是弱 只是他们人数比较少而已啦 呃 才看起来好像 我们比较 有胜算 所以我觉得呢 还是不需要研发更强大的武器啊 不然真的是很难对抗宇航的 OK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 呃 PART2吧 我第一阶很开心啊 一直在摇头 我们战胜了 Yo yo Let's go 哦 还有更多宇航耶 哦 OK OK 不行啦 现在这个大监控的武器 杀伤力很低了耶 完全吃不尽 哦 哦 哦 这个把筒 他造型很像那个电影也叫什么Robot Card吗 诶 哦等等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政府部门的特殊部队吗 哦 这应该是他们 就是刚刚Gman的部队 这是他们在被改造之前的造型啦 哦应该就是他们吧 诶等等 这是1986年的事 然后这个有个问号的 他是秘密特工 OK 我们 我们 我们继续看 继续看下去 真的嘞 越来越多迷了 诶 诶 诶 DG还是长骨子的诶 诶 诶 一戒而已诶 倒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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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施 Ist 诶 啊 新的大监控 哇 他们有新武器的吧 诶 恭喜各位 Let's go 他的那個鏡頭不一樣了 變白色了 Let's go 各位 反擊了 真的是反擊了 零千空 我們先看先看 先復復暫停先 讚喔 可以喔 一千空 啊 欸 這是 怎麼回事 這是回憶嗎 各位 從這一集開始 就是 你們們的仿 各位觀眾 我發現他們現在的武器呢 好像都是有白白色的光 應該是 應該是新武器吧 新的科技啊 這個新的大監控呢 吃了那麼多宇航的那個攻擊 他可以承受得住耶 所以他的機器 他這個身體呢 也是有升級的 變硬了 不過話說回來 他這個造型會不會有點像太坦監控人啊 難道是他的弟弟 接下來這個女監控呢 真的是 喔 爹 欸 不是了 放錯了 他這個造型呢 感覺上好像是 有人類的 人類的身體 啊 你們看他是不是變得很像人類咧 欸 變真的有點大咧 欸 他的武器很大 他的武器很大 我真的可以咯 這個 現在還直接 在我的心目中呢 他拍拍地獄了 有電視對不起 然後這個畫面呢 他看到他是人類的樣子 應該是他們的過去的回憶吧 然後他嘴巴這裡呢 受了重傷咧 他這個造型 等等等等 我上了找一找啊 有沒有他的這個原樣的樣子 OK啊 造型呢是長這個樣子 欸 看起來啊 不錯咯 和他之前的樣子呢 應該是同一個人 把他的眼珠呢 是 顏色是一樣的 只不過我看到這個 新的樣子呢 看起來很悲傷欸 有一點好像 過去發生了什麼事 導致到現在 已經變了另一個人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到時再 期待一期待吧 他會怎樣發展吧 OK 那麼影片到這裡結束吧 那麼其他的馬桶的作品呢 我就會慢慢的更新 還有我還會再拍呢 各種不一樣的反應影片 到時大家 可以再期待一期待吧 那麼我們就 拜拜